現在有一班同學有十個男生八個女生 希望抽五個人出來組成一個劇團 問一下其實這些劇團組合有多少個呢 A part 就是說其實我們想要的劇團成員 就是有兩個男生三個女生 所以如果是說有十個男八個女來講 其實那個選法 我們應該在十個男生裡面選兩個 以及在八個女生裡面選三個 應該就是這兩個數相成 應該是選P還是選C呢 這個是選C的 兩個都是C 答案應該就是10C2乘8C3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題目裡面沒有說 就是說其實那些成員選出來是有職位之分的 所以就是用C 如果不是的話就是用P的 答案應該就是2520的 那到B part B part就是說 其實我們希望那個劇團裡面 就起碼最少有一個男生的 那就問如果是這樣 我們選五個出來 應該有多少選法 那這些最多多少個 最少多少個問題呢 那通常我們會反過來做 那怎樣呢 那怎樣呢 最少一個男生 那就是可能是一個 起碼一個 或者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如果我們真的逐個 一二三四五去計算的話呢 那這個步驟就會比較複雜 就是會比較多一點的 那我就反過來做 那就是怎樣呢 我們把所有的選法 就是在這十個男生 八個女生 總共十八個人裡面 選五個出來 這個數呢 就選什麼呢 Alist one boy 那就是起碼有一個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那他的相反呢 就會是什麼呢 選出來五個人 一個男生都是沒有的 OK 那把十八C5 選回剛才說的這個數 就是五個成員 抽出來 沒有一個是男生 那應該就會是 我們B part 所要求我們的答案 那你要五個抽出來 沒有一個是男生 那就是原來這五個人 就都是女生 那所以就應該是 在八個女生裡面 抽五個 那跟剛才A part 一樣的做法 就兩個都會是C的 那所以答案應該就是 18C5 就減回8C5 那答案得出來呢 應該就是 8512個選法 就令到抽出來的成員 起碼有一個男生 那而C part呢 那就是 這次呢 就是 最多的 劇團成員 五個裡面 最多只有兩個女生 那這個跟B part 有點不同 因為B part 就是最少一個男生 那就 一二三四五個 就是可能有男生的數目 那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選一個 簡單一點的做法 就是 將全部的可能性 減回完全沒有男生 但是這條C part 就是最多兩個 那最多兩個 那不知道可能是多少個呢 可能是沒有 可能是一個女生 可能是兩個女生 可能是兩個女生 那它的相反就會是怎樣呢 就會是 三個 四個 或者五個 我們發覺 你做 零個 一個 兩個 和做 三個 四個 五個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有三個計算 所以這一次我們選擇 就會直接這樣做的 如果是的 我們 需要 當完全沒有 五個人選出來 完全都是沒有女生的 所以應該就是 十個男生裡面 我們就會選出 五個 這樣的成員 這樣選出來的 選法就會是 完全沒有女生的 又或者 可能是 有一個女生的 那所以呢 在男生選的 一個呢 就會選四個 那女生呢 就是八個裡面 就選一個 那 最後就是 五個裡面 原來抽出來 是有兩個女生的 那所以呢 到 當時呢 男生就會有 三個 而女生呢 就是八個裡面 抽兩個 那這裡 三個數 分別就會是 零個女生 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兩個男生 和兩個女生 的 選法 那如果我們 將這三個數 按機 按出來 即是商家運算 這樣 我們就會發覺 答案呢 應該就會是 五千二百九十二的 五千二百九十二的 而最後 就是D Part D Part 如果有 某一個男生 和某一個女生 我們必定要 選了 五人成員裡面 其中之 兩位 一個特定的男生 特定的女生 可能就是男女主角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選法 又會是怎樣呢 有幾多個不同的 組織可以選出來呢 因為 我們說 已經特定有 某一個男生 和某一個女生 已經選出來了 所以 我們剩下的 團圓選 其實就剩下三個位置 只剩下三個位置 如果一個兩個 加上三個 就可以成為一個 五人的團隊 我們到期時 剩下這三個位置 究竟是男是女 還是有幾個分別 我們就沒有所謂 最主要就是 特定男生 特定女生 是在團裡面 所以 我們原先 本身是十個男 八個女 應該是十八個人 而已經選了兩個 男女主角 我們當是 的人出來的話 只剩下 可以選的數目 應該是十六個候選人 我們就要去填 三個的空位 也是 用C 就是 1乘1乘16C3 所以答案 應該就會是 五百六十個 原來如果限定 某個男 和某個女 是必定要 成員之一 只剩下可以選的 這些 團隊的數目 就是五百六十個 voilà